欢迎大家来到圣经小八科动物篇 乌鸦 乌鸦是雀形木 鸭科的鸟类 圣经中乌鸦的希伯来文 就是泛指一切所有的鸭科料类 和其他近元的种类 鸭科料类遍及全球 巴勒斯坦一带仅有数种 其中以黄颈叫做渡鸭 乌鸭为沙漠中最常见的种类 乌鸭就体壮 鱼毛光扎 它们的叫声是很响亮又刺耳的 不如我们现在听下它的声音 竟然是一种做渡鸭的 蟹 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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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食腐肉的特性也都让人认为他们是很不潔症的 他们的群体组织是很发达的 非常聪明 经过训练之后 甚至可以好像人一样讲话的 那不如我们听一下乌鸦怎么学人讲话了 圣经中记载洪水之后 乌鸦给罗亚 放出来的第一只动物 神也都曾经借着乌鸦 去供养以利亚先知的 圣经在约百记三十八章 三十九到四十一节 都曾经记载过乌鸦的 经文这样讲 母狮子在洞中 对话 说话语透过万物去显明他的能力 他所做的人一点都不能做 在约百记三十八章一至二节 是这样讲 那时耶华从旋风中回答若白说 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暗会不明 若白遇到人生的患难 所有朋友都用他们无知的言语 令到神的旨意暗会不明 就是神容许患难临到若白背后的正确信仰的原因 竟然因着人的辩论显为不明 到最后 神与若白的对话 促使若白明白了 所以去到最后 若白记四十二章二到六节 若白说 我知道你万事都能作 你的旨意不能难阻 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 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 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 求你听我我要说话 我问你求你指示我 我从前风闻有你 现在亲眼看见你 因此我厌护自己 在尘土和奴灰中懊悔 可想言之 若白最后经过与神的交通 明白神容许患难身体的疾病临到他 背后真正正确崇高的信仰意思是 让若白这个人能够更深认识神和自己 这个就是神明显的旨意透过若白记 显明在众圣徒的眼前 神用得着万物包括乌鸽去论述他光明正直人爱美善的旨意 愿神都用得着我们去见证他的伟大信实真实人爱和美善 今天圣经小法科动物篇乌鸽就讲到这里了 下次再见 拜拜